大家看到有列6 它是利用矩正的列因算來解這個方程組 好 那這個我們一樣把它的真光矩正寫下來 係數加常數 那麼寫下來之後呢 我們這個是1非常好 我們要把這個消掉的話 它就乘以-4 -4乘以R1加到R2 然後消掉這個要乘以-2 -2乘以R1加到R3 這個消掉要乘以-4 -4乘以R1加到R4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出來 這個第一列動 然後這個乘以-4加過來就變0 乘以-4加過來就變4 乘以-4加過來-8再加12就等於正4 乘以-4-8再加5等於正3 然後這乘以-2加過來變0 乘以-2加6的話變成4 乘以-4加8-4 乘以-2的話 這個-4 正4 正4加-1等於正3 好 再來 乘以-4加到這個 那就變0 乘以-4加過來12 乘以-4-8加過來正12 乘以-4-8加過來正9 就得到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發現到 正2的4是其實一樣 所以如果它要下掉它很簡單 就是它乘以-1 R2-1乘以R2再加到R3 就可以把這個完全消掉 變0 這個也剛好可以 就是它要下掉它應該乘以-3 所以R2-3乘以R2再加到R4 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剛好這個也通通消掉 也通通消掉 好 那通通消掉之後呢 你就會得到這個四值都是0 所以這個變成方程式的方程組 就變成X加Y加2Z等於-2 然後4Y加4Z等於3 然後0Z等於0 好 所以我們可以令Z就等於T 帶到這裡來 那得到Y就會是這個4分之3-T 再把Z等於T跟Y帶到第一次 就可以得到X加4-11-T 好 那我們把它通通列出來 把它通列出來 T屬於十數就可以了 看看